畫面中看到居民住家門前 被安裝鐵圍梨 上面公告寫著 土地為私人所有 擅自移動要報警處理 居民好無奈 門口圍城 這樣出入真的好不方便 事發在擠安鄉浮信一街 這裡有六戶居民 家門口被安裝鐵圍梨 使住戶無法正常進出家門 根據了解這條道路 為政府計畫道路 但部分沒有被徵收 屬於私人土地 原本住戶進出都沒有問題 但這塊土地在7月3號 被法院拍賣 新地主以32萬8500元得標 居民表示新地主得標後 曾經表示他們門前 這塊土地是私人土地 要求住戶每戶支付60萬元購回 但居民認為價格過高 無法接受 沒想到在3號新地主突襲 帶工人安裝圍梨 還貼公告提醒不要擅自移動 只留下60公分的道路 讓居民出入 這讓居民非常錯愕 相關道路行使方式還要等相關單位 斟酌協調 有一件衛 ! 而且